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展览的名字的话 就是以这张画的命名取的 叫水俱天心 虽然我画的话 我都是融在大自然里面 虽然说田是有人在耕种 但其实它跟自然是融在一起的 不会说是一个很大的那种破坏的方式 它是跟自然是一体这样 所以就是说在画里面看得到人的活动 但是看不到人 所以应该是说我希望对大自然的态度 因为像说我们人在这个地方生活 难免一定会对大自然有一些破坏 但是我们是以这种最柔和最好的一个方式 不是暴力的方式这样子 就是跟自然没有太大的冲突 和谐共存 这样才能永虚 那这一张画画的其实画的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现在我们家就在这边 那往山里面看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小孩子的记忆就是那个山很大 那现在的话因为这边它开一条高速公路 所以这个就不见了 这一张画画好几个月才完成 开始画的时候因为我都没有事先打稿 那所以说直接开始就画上去 那我会把大块的面积画出来 比如说山的底色整个画出来 道指的底色整个画出来 再来再慢慢细部再画这样子 像颜色的话用的它是胶彩颜料 那会加一些压克力颜料在里面 那因为它颜料的关键它是矿物质 它不透明 所以你看到的所以都会是有一个厚度 那鲜艳的话是题材的关键 因为道指成熟的时候它就是金黄色 我画画的话通常不会说很强烈的 那种意思说我要传达什么东西这样子 那这一张的话是比较不一样 从道指成熟的时候还有收割之后 还有刚插完一样的是在一张里面 那我要表现的就是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那种运行的原理 就是圆 实际上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同时存在 其实现在是有啦 现在因为耕种的关键 种的东西不同时间 它为了配合其他的植物的生长 它会调整时间 所以就会出现都在一张画的这种情形 我主要的我还是表现说 这种自然的那种运行 就是从开始到圆满这样这种运行的方式 我是住苗栗嘛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刘正宏 他要征收我们那里设一个叫霍隆科技园区 那我们那边就是一个很自然 很没有受污染的地方 如果说要设工业区的话 应该要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 不可以说把那种 我们生产粮食主要重要的地方 把它做成工业区 因为其实你可以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们那边就有种很多有机的东西 然后种有机的桃子 那其他东西的话比较少画 因为主要还是稻子 那稻子它一整片有它特别的那种美感 那这一张的话 它就是取景角度比较不一样 然后就是从半山辽往溪谷里面看 那像我们台湾的很多景色就是这个样子 它会有水 会有小的瀑布 那溪流流过它会有一些和解地这样子 那这边比较窄为什么 因为它石头比较硬的 这边是比较软的 所以水流分割的时候 它比较软的地方它就会变比较宽 那种很坚硬石头的地方就会比较窄 所以就是说我们台湾有一些地形 它的特性其实一直重复出现了 有它特别的地方 画画的时候也是会看照片 但是看的话我并不是说把那个地方整个搬到画面来 而且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回忆这样子 比如说我到过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给我的感受 它那个山的气氛是怎样 把它表现出来 我小时候我们那边因为能种稻子是因为后来有土地有改良过 那我小时候我们那里都是沙地没有办法种稻子 那所以我们就很羡慕那一种 他们家里可以种稻子 因为在靠近水的旁边才能种稻子 所以我们村庄能种稻子的地方并不多 那以前的话稻子它价钱比较好 所以说那个种稻子人生活条件都会比较好 那后来土地改良之后我们的也可以种稻子 但是那时候那个稻子的价钱已经很低了 这个独木舟它是用木头拼起来的 那时候我儿子还小的时候 有一年的暑假 我跟他一起坐这个船 那因为我们家有池塘 所以就是坐一条船在池塘里面划 前后大概花了一个多月 不过如果再做的话会改善一下 因为觉得它不需要这么高 因为它吃水只有一点点 这样太高太高会挡风风一吹它会移动 稻子是有机的就是不用要的 所以不能拿去跟人家混在一起 你拿送去让人家烘干它会跟人家混在一起 所以这一些工作都是自己做的 不过擦秧请人擦秧 因为擦秧的话我们自己要疫苗 要擦秧难度比较高一点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在画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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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